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一集的流行文化ABC 今天是講MOBA的多人線上競技 我們看到背景畫面 可能都知道題目是什麼 多人線上競技 其實都是我們講現在經常 很多人玩的遊戲 特別是香港也有很多人玩的 電競項目 最近也有一個韓州的亞運 除了一些實在我們平時了解的運動之外 一些電競項目都加入了在亞運 包括王仔榮耀、DOTA2和英雄聯盟 他們都是屬於MOBA的多人線上競技 一起去合作 讓大家了解當中在玩什麼 可能你也想知道自己的子女 究竟是在玩什麼 我們看到這張圖 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別有一個粉紅色 和藍色的一個主要框框 代表對方的基地 贏的方式就是摧毀對方的基地 然後就贏了 看到他們的基地伸出三條線路 分別用這三條線路跟對方對戰 一般來說 這些遊戲是五個人一組 要去分配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大家看到這兩張圖 右上角和左下角分別就是 兩個不同的MOBA遊戲 右上角就是DOTA 左下角就是英雄聯盟 大家不約而同都看到 左下角或者右下角都會有一個小型的地圖 和我剛才介紹的正方形的地圖 是一模一樣的 五個人 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就出去三條路 去向對方進攻 然後贏出這場遊戲 主要有三種手機遊戲 其實剛才的其中一個電競項目 是屬於手機遊戲的部分 就是王者榮耀 這個遊戲除了很刺激地 跟對面對抗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 有些造型可以購買 我圈著那個 就是英雄最原始的造型 然後他選了的就是 星光美少女系列的造型 左手邊五個玩家都選了 同樣系列的造型 這樣看起來其實很帥 去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Pay to Win 這些遊戲給錢就贏了 答案當然不是 買造型是不能夠添加任何能力值 令你贏的 所以MOBA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遊戲 你只能純靠技術 或者團隊合作 知巧對策等等 去買向勝利 好了 Pay to Cool 什麼是Pay to Cool 就是造型 你付錢 其實就是為了型 人們很喜歡星光美少女系列 然後就可能會買完這系列的造型 又或者和朋友一起合 用哪個角色就一起買 整隊都是星光美少女 那就很帥 又或者你很喜歡KDA的女團 你也可以買KDA的造型 你很喜歡那個女團 然後可能就會課金 去買很多不同的造型 我都聽過 有人花在造型的金錢 是遠比於 一些玩真的Pay to Win遊戲 我可能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過多的課金 放在造型上 即使他不能夠 付錢就贏 另外就是一個時間管理的問題 這些遊戲 少則15分鐘 多則是1小時 所以時間管理非常之重要 因為時間差距是非常之大 即是15分鐘和1小時 所以最多衝突的地方 就是吃飯時間 會不會 子女在玩這個遊戲 你叫他吃飯 就走不了 因為你整隊 可能需要互相合作 少了一個就不行 或者是不吃飯前 就不要開過新一局 時間管理很重要 因為一局就一個小時 打一局就好沒有忍 幾局幾局 其實就很容易陷入沉溺的狀態 大家都需要 留意一下這個情況 好 今集流行文化ABC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